真的 费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圆山 我们一人一张大床 然后是市井对着外面 可是我觉得它的阳台不太好 就是没什么隐私啊 你看如果我隔壁住人 他出来阳台 我全部全部看光光嘛 全部看过去 那边也看过去 不过是很古色古香啦 我就是 你没有想像是这样 我没有跟你讲 就是想要 让我先生有一个surprise 躺下来看到天花板还有花样的 不知道是写什么 厕所感觉也不错 有淋浴间 都有沐浴乳西发露 然后一个大镜子 感觉没让我失望 现在我要来吃 刚刚买的生煎包 还有臭豆腐啦 还好它的肉不多 菜比较多 这个臭豆腐长得好可怕 像怪物 有泡菜 蒜蓉 酱油 等下给它倒下去 已经不脆了 可是 还OK 它不油耶 吃起来不油 然后泡菜味道也蛮好的 就是 我觉得还不错 这水煎包很普通 就是 都是菜 然后皮很厚 我觉得脱豆腐还好一些 从这边可以到花园泳池 从 走廊长这样 是很喜气 一些他们 哦这是 这边一些重要事件 瓜地马拉副总统 瓜地马拉副总统 沉水扁在远山 你看他们就是 这也是设国宴的地方 不过现在好像比较 他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钱了 这宋美龄跟蒋中正 你看他们喜欢九曲桥 我妈妈以前 我有看他的照片也是 在九曲桥 看来那时候蒋中正 他们还蛮喜欢来的 蒋中正夫妻 哦 有三大份的创办人是宋美龄 这个健身房 小小的 哦他说这边可以装水 就是那边 有饮水机可以装水 不要死牌 钥匙牌 以前的钥匙牌是 是那个 西汉末年货币的形状 现在没有再用了 就做成一个 一面墙来纪念的 咖啡厅 然后现在好像在整修 这个应该是中 你看浴山吧 浴山其实我不太敢上去 因为他好像太高了 上去好像很累 很累 我都不太敢邀你去 就可能要 要很好的体力吧 还是他的大厅 还是他的大厅 他说出正门 茶包可以考虑 轻轻的可以带 中华邮政的提款机 这个万福厅 这个万福厅就是中餐厅 举办订婚或者是结婚啊 所以他就有一些这种结婚的礼 文定六礼十二礼 这些 大厅的咖啡厅开得比较晚 到十点 万福厅好像到 这个他刚刚打去 他说师傅 九点半下半 所以最好八点最晚就去那边吃 这个泡芙看起来好可爱 一个六十块 不贵啊 他这个泡芙不是很贵 这个要五百五 乳酪蛋糕 套餐不便宜 西式套餐 是要一个人要四十块 新币四十块 四十多块 一个人 中式套餐一个人要新币 六十块要台币千二 他这个倒是挺比较平价 你可以叫那个三明治啊 炒面 炒面三百块 还比这个 不过比那边还要贵一点 牛肉面四百块 咖喱鸡三百块 真的有时候晚了来不及 或什么就可以来这边吃 没吃过这种冰淇淋 你吃过吗 有服装展 有服装展 服亮仪 看见自己独特的样子 猪旗袍来拍照 是要钱的吧 要钱 他这个旗袍是有设计过的那种吧 不知道要多少钱 变得二楼 然后他整个从这个角度照过去 他晚上 现在有点小雨 后面 走到游泳池还有一段 就是那边吧 因为下大雨 就本来有浮轮色的 这样也是很慌乱 有人游啊 然后他们现在因为下大雨 就移到里面去 游泳池 不错吧 这游泳池应该不会很深 应该不会很深吧 不错 明天早上来游 游泳池的地下室有一个更衣间 可以冲淋浴的 然后置舞鬼 虽然小了点 可是 设备还蛮齐全的 也可以在这里洗澡 吹头发生 这泳池看起来不错啦 至少我觉得比那个 张仪的那个 大 晚上是这样 今天比较暗 晚上拍的比较不清楚 白天再来拍 这个有个喷水池 可惜他没有喷东西 没有喷一些水花出来 爸爸青蛙 湿湿答答的 从这个楼梯走上去 看不太清楚 晚上这边比较暗 太多了 刚刚 这个是龙 要去吃晚餐吧 这一盘要330台币 这个饭不然一碗多少 然后还点了一个杏鲍菇 大概也是这个盘子啦 是小小的 金沙杏鲍菇 葱油鸡就是那种熟悉的味道 这是冷盘的 它的鸡汁很不错 然后这个是蛮热的 刚刚炒好的 杏鲍菇 味道也不错 我们吃了589块 不是很便宜 但是 算是品质比较好一点的东西 房客有打85折 我学生找到一个片 这个我没想到洋店 日文那么好 这个片在讲旅馆的 呆客之道以及其他的东西 它的那个风格很不错 就是让人家觉得 那个速度很舒服 慢然后 自然 有时候这短片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过于缓慢 可是因为这个有融合台湾的演员啦 所以我觉得倒是那个调和的 倒是比较刚刚好 3 5 5 7 7 9 5 7 9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